中央补贴砍一半 地方补贴全取消 政策踩刹车 新能源车还能跑吗 战不调整 产品的售价 产品有可能会微调 消化压力 新能源车会涨价吗 盛宴终结 车企谁能扛到最后 央视财经评论 稍后开评 各位好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收看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 从明天开始 新能源汽车的补贴 就要退坡的话题 补贴退坡之后 我们买车的价格 会不会上涨 对这些企业来说 面临哪些挑战 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到的 今天演播室 请到两位嘉宾来做个介绍 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清先生 另外一位是央视财经评论员 刘哥 欢迎二位 刚才我们提到了 新能源汽车的地方政府补贴 刚才我们经济信息联播 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将会取消了 国家补贴的标准 也会降低50%以上 市场有什么样的反馈 通过短片 先来看一下相关的背景 在北京 某新能源车的4S店 记者遇到了利用双休日 来看车的许女士 我觉得能赶上莫买车也行 我那之前又补贴 补贴的还挺多 我觉得挺合适的 丁先生在今年三月份 拿到新能源车的 购车指标后 一直处于观望中 那肯定着急 要不然现在 也不至于来看车 对 但是还是得再考虑 全面一点 采访中记者发现 在过渡期倒计时的 最后几天 不少新能源汽车4S店 都在进行密集造势 对于今后 是否涨价的话题 记者今天上午 采访了几家新能源车企 他们对此的态度各不相同 6月25号之后 别人比全系的 新能源汽车 终端的指导价格 保持不变 占不调整 产品的售价 有的产品的话 可能是不变 有的产品有可能会微调 有的产品里头 甚至还会 是调低下隔 刚才准备当中提到了 这个补贴退坡之后 车价的话题 很多厂商都说 说自己不会调 刚才有一位 这个我们采访的汽车厂商 还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先来问一下 王先生 在您的研究当中 您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还是我们采访的个案现象 普遍现象都不会涨价吗 我想是这样 就是补贴取消之后 这个汽车的价格会不会上涨 它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就是需求有没有刚性 也就是说对这个价格 敏感不敏感 它涉及到对这个 传统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 之间的相互替代的问题 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是整个的这个汽车制造商的成本 这个成本 既有它造车的成本 同时呢 也有它这个管理呀 相关的系列的这个 一系列的成本 它是一个总成本的概念 同时呢 也涉及到它短期内 对这个成本的承受能力 这是两个因素 如果说汽车需求 对于这个价格 它的这个敏感度比较低 同时呢 这个汽车的厂商的这个成本 又比较高的话 它的整个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变化的情况 跟需求的这个变化情况 就应该具体去研究 所以您觉得这次不太会涨价吗 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根据我们的分析啊 大概有六成以上的需求 大概是有一定刚性的 因为从目前新能源汽车 这个市场结构来看 大概有25%左右的是现行现购地区的 它的这个是有一定刚性的 另外呢 大概有34%左右的是企业购买的 它也有一定的刚性 在这个非现行现购地区呢 大概整个占到市场销量的比重 也就40%左右 所以它这个刚性还是比较突出的 我认为这个这个涨价可能会涨 但是不会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高 这是王先生判断 刘先生判断也一样吗 如果说您也觉得涨得不太高的话 您觉得这部分成本到底被谁 就是说 这个可能决定权不在于 这些汽车厂商手里面 就是说你涨或者不涨 因为你如果要是涨 就是说现在国家补贴那部分没了 然后呢 你要去覆盖你的成本 你要涨价 就没人买你的车了 因为它面对的是这样 因为一方面的话呢 在新能源车之间的竞争就非常激烈 再加上呢 那还有和燃油车的这个性价比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竞争 所以呢 就涨价这句话呢 是不是哪个企业敢说的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底气 没有哪个企业说 可以拍胸服说呢 这个我 这个还可以涨价 然后还可以卖得很好 现在大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底气 所以你看 虽然就是从去年开始呢 每家企业都在讲啊 这个我们不怕 我们不怕 这个潮水退去 才知道谁是罗勇 大家都这么说 但是一定有真罗勇的 那么有一些企业呢 比如说它原来市场占有率比较大 接受的补贴的比例比较高 你比如像北极新能源这样的 举一个例子啊 还有可能一些企业 就是说它的补贴的话呢 占到它总收入的30%多 那么如果要是现在 没有了这个补贴 这个补贴的大部分啊 70%已经去掉了以后 那么疑问着这个企业的亏损的话呢 可能要有几十亿元的亏损 那么这样的一个企业 可能就需要你整个集团 来补这个窟窿 能不能补得上 要不要补 可能对于另外一些呢 原来呢 份额没那么大的 或者说 它接受的补贴的比例 也没那么高的企业 相对而言 那可能它就比较容易的消化掉 这个由于补贴产生的这个差额 其实刚才这个王先生和刘先生 都提到了这个价格 价格呢 其实是供给和需求 两方面来决定的 我们先通过一个数字呢 来看一下供给和需求方面的情况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2号公布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5月份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完成情况 说产销完成分别是 11.21万辆和10.44万辆 比上年同期增幅分别是 16.91%和1.8% 而4月份的销量增幅是18.1% 所以从数据来看 变化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很多人可能问 这个离补贴退波越来越近的时间点 那5月份 为什么销量的增幅会下降的这么快 按理说应该是大家赶着去买车 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新能源汽车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如果从新能源汽车的结构上 结构上来看的话 就是纯电动其实跟4月相比 它的增幅倒没有太多的下降 还是保持15%的增速 降的比较大的这一块主要是插电式混合动力 而这个下降既有汽车市场本身的问题 同时也有我们整个这一轮的消费增速的回落的问题 它是在更大一个环境下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问题还要从更宏观的背景上去看 因为汽车大家都知道 1到5月份这个增速是下降 这个增速是-13%的增量 这个在这一轮消费下滑里面是一个重灾区 刘先生怎么看 也有可能就是说像3 4月份 2 3月份 那个时候我们看新能源车的销售的增长幅度都非常高 也就是说大家都已经预见到了 这个退坡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去有购买意向 比较强烈的人都去购买 那可能相对就是5月份 一方面有像王先生说的这样的这种因素 另外我觉得可能到6月份 最后就是到明天截止的这个日子到来之前 还是会有很多的企业出手 因为我看到就是说 包括有一些媒体对于一些4S店的一些调查 还是会有很多人在最后的时刻 那么最后决定我还是要买 因为这个的确是信息的比较综合 就是各方面的买或者不买 对于这一些准备入手的这些购车者来说的话 的确造成一些困扰 包括还有什么特斯拉 接下来的话可能没多长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新的性价比 可能更好的车会上市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有一些购车者会发生犹豫 那么可能就是这些都是影响 它的增速的这些原因 刚才刘先生提到消费者心态 其实在一开始我们更多的说的是 车企怎么能消化自己的这部分成本 王先生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的消费者在看到补贴推波之后 心态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在需求端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数据的变化 是这样 因为刚才说了 整个消费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刚性的 你比如说像现行现购的这些城市 它其实该买还是买 但是占的比例好像并不是很高 现行现购的城市 对25%左右吧 但是还有如果你加上这个单位购买 这块实际上整体来说还是超过了半数 另外就是从心态上来说的话 一方面企业它可以给消费者 一个短期的一个承诺 但是从更长时期来看的话 经过市场推波之后的话 可能整个的市场会进行一轮洗牌 这样的话通过自己的规模的增长 还有降低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成本 可以慢慢地把这个成本就分担掉了 我觉得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一直在接受这样的信息 就是这些厂商在保证我们推不喝以后 我们也能挺得住 那么也就是说他有一个预见 即使6月26号对于汽车厂商是个时间节点 但对于消费者不是个时间节点 因为我判断你不会因为国家的补贴减少了 你现在就让这个车涨价 所以大家有了这样一个判断 所以他就不太会形成一个大规模的 聚集式的这样的一种抢购的风潮 其实我们和我的同事也简单梳理了一下 最近10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 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2010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轮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先在个别城市进行试点 根据动力电池组能量 按3000元每千瓦时给予补助 插电式混合动力每辆最高补贴5万元 纯电动乘用车最高补助每辆6万元 2013年9月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联合发布 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规定2013年至2015年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工作并宣布逐渐退坡标准 2013到2015年购买纯电动乘用车 可最高享受每辆6万元的补贴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可享受每辆3.5万元的补贴 重点在精金记 长三角 珠三角等 细颗粒物治理任务较重的区域 选择积极性较高的特大城市或城市群实施 2016年国家披露了一系列新能源汽车企业 骗补名单 开始查骗补 同年财政部公布关于2016到2020年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 规定2017到2018年补助标准 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百分之二十 2019到2020年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百分之四十 2018年2月财政部等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纯电动车型的补贴政策调整提高了技术能槛 2019年3月26号 四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规定2019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 在2018年的基础上退坡超过百分之五十 并取消地补 改为补贴充电基础设施 2019年3月26号至2019年6月25号为过渡期 6月26号新的补贴政策开始实施 看完了这个书里呢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回顾了一下 我们听到这个补贴退坡的这些政策呢 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 已经有很多次了 可能很多人也非常关注 在我们补贴的这段时间里 真的对我们的新能源汽车 这个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作用吗 作用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 我想它这个政策肯定是对我们的这个 无论是从产业还是从市场 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儿呢 我们就要知道退坡它是 就是补贴政策 它本身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 所以退坡它是一个必然 就为什么要补它呢 是因为在这个创新的这个产品的 推向市场的初期 它的这个收益 企业的这个收益 相比于社会来说要少 但是它付出的成本要多 所以政府给它补贴 就是为了把这个 社会收益和企业收益把它拉平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这个创新和创业 退出呢 是因为当你这个规模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 如果你再不把这个补贴退出的话 就会形成新的不公平的竞争 这样的话 对于其他技术路线的新年轻车也好 或者是对于传统车来说 都是不公平 我认为这个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它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呢 它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地方 地补导致的地方保护的问题 还有一个企业过多的依赖于政策的 这种扶持 就是市场的驱动力 过度依赖于政策 这个都是它的一些弊端 或者说一些副作用 所以就是说在退坡的过程中 这些问题其实都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刚才王先生提到了市场驱动力 这个补贴没有了 这个很多企业仰仗的这一部分 现金的来源就没有了 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刘先生觉得接下来我们企业 靠什么来驱动呢 对 就是补贴呢 相当于把这些主体们 叫到这个竞赛场上 叫到赛道上面 然后呢 叫到赛道上以后呢 那么当然尤其是你先来的 可能受到的这个奖励和补贴更多 但是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更多的是看的是竞争力了 也就是说当现在这个补贴退潮了以后 新能源车的断奶了相当于 那么这个断奶了以后呢 就是说拼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真正的竞争能力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竞争的格局里面呢 原来车企所形成的这种竞争优势 可能就要发生一个转化 对于很多 尤其是像我们几大汽车集团 他们相当于这个 已经长期的形成自己的 无论是规模 无论是品牌 无论是技术储备上面这样的一种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呢 在这个新的赛场上面呢 可能就不像以前那么强了 还有一些野生的汽车企业 比如说这个 以前呢 就不在这几大汽车的这个集团之内的 还有一些所谓的汽车造车新势力 就完全跟汽车行业没有关系 因为电动汽车 纯电动汽车的出现 他们通过社会的融资 通过资本的方式 然后就加入到这个行当里面来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那么他们可能所具有的后发优势 可能就对整个市场的格局 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虽然现在呢 很多主流厂商呢 仍然不会去把他们当成一个 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但是呢 从发展的态势来看 我反正是觉得 那么他们的这种竞争力 可能表现的会更强 刘先生提到了格局的一些变化 其实我们发现 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 可能接下来呢 对于某些企业来说 是一个烧钱大战 那么王先生觉得 什么样的企业 可能会扛到最后 他们具备什么样的共同的特征 首先呢 我同意刚才这个刘先生看了 其实在新年汽车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啊 他不存在一个国家队还是地方队 他只要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 适应这个技术革命的一些发展的方向 能够做到这些 同时带给这个老百姓更多的一些福利的话 我觉得他就是能扛到最后的企业 当然这个企业要扛到最后 他还有自己的一些必要的 一些求生的一些技能 你比如说怎么去通过创新 怎么去这个通过塑造打造自己的品牌 怎么去构造一个新的 更开放的一种商业模式的这么一个生态 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这个发展的动力 这个都是这个企业必须要做的功课 在创造发展动力过程当中 刘先生觉得我们企业 有没有能力去找到一些新商机呢 如果有的话 您觉得新商机可能会出在哪 新商机呢就是很多啊 因为其实本身的纯电动汽车 包括纯电动汽车 这个所代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那么它对于整个汽车的形态 就是我们看外形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实际上车呢 已经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它首先它的这个这个 对于空间的这种原来呢 这个汽油车也好柴油车也好呢 它的总成的这一部分啊 就是它的发动机加上它的变速箱 那所占有的整个的这个车的重量和体积 就是相当大的一个一个一个比例 但是呢现在这个比例的话 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同样大小一个车 那它里面的可载人和载货的空间 就会大大增加 另外呢它的这个静音 还有它提速的这样的一种性能 所以这样的性能呢 如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见识了这个新能源汽车 然后开过了 然后呢或者朋友之间呢 它最后呢 它了解了这些方面的知识以后呢 那它可能原来 左流厂商所一直所说的这个 叫技术不靠谱 再一个呢所谓的这个续航焦虑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可能会缓解 也就是说大家最后在对比 甚至的话现在你各个地方 你比如说北京 你买一个新能源车呢 你不现行 对吧 那么你这个 这个在上海的话呢 它的牌照也会优惠 那么在很多地方呢 它可能还会有以后的 包括车的这个碳排放的交易等等 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和整个呢 你代表了一种新潮流 对于消费者内心深处的这种感知 都会对于车 买车的这种心理的话 发生一个改变 所以以后的话呢 我是不是一定要买一个 传统汽车的那种名牌 那可能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仰 那么在年轻一代的心目当中的话呢 可能就被消解掉了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广告之后我们在节目继续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我们说新能源汽车补贴 已经开始退坡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市场 还是要健康稳定发展的 王先生觉得 在退坡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果想让汽车市场 新能源车市场 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 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放在哪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 补贴退坡以后啊 整个的这个市场 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就是我们客观的来说 退坡对于企业和市场的发展来说 它有两方面的作用 寄给企业和市场 带来一定的压力 同时呢 它也对下一步 怎么去更加优化和完善 这个市场 就是增强市场 自发的这么一个 这个发展的能力 也提供了一些好的一些 一些动力 比如说像 以前我们说的这个 有一些地方 可能会存在地方保护的问题 有一些企业 它可能会躺在这个补贴上 甚至会出现 以前我们说的这个 骗补的事情 就下一步呢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这个企业 它要把自己的精力 把自己的主要的一些资源 就要投入到 怎么去开发 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上 怎么去提升自己的品牌 完善自己的销售渠道 优化自己的这个生态 这个产业的这个生态 和找到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上 就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 这个整个的市场 也会面临一些新的一些 发展的一些条件 就是下一步来看呢 就是说还是要增强整个市场的 这个就是整个新年 汽车市场发展的 这种市场的驱动力 而从以前的这种 过多的依赖于政策驱动 包括现行现购呀 补贴呀 这些政策 实现一个一个转换 这种转换呢 也包括有一些 配套体系的一些完善 在这儿呢 也就是说 政府不是说补贴 退坡以后 什么事情都不做了 其实在拿掉了企业的 这个补贴的这个拐杖之后的话 其实还要有一些 新的一些支撑的手段 特别是在 新能源汽车的一些基础设施 这个建设和运营上 要提供更多的资源 增强这个便利性和便捷性充电 刘先生怎么看 我是觉得现在可能影响新能源汽车的使用的更多的是在于使用环境 也就是说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比如充电的不太方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如果要是使用环境的进一步成熟的话 我觉得它将推动新能源汽车的需求的爆发 因为现在从国家这个补贴退坡 它不是都退 就是在补贴买车上面的话再退坡 那么另外这个钱可能花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营造这个车的使用环境 比如说它的如何使用 在这上面的话进行补贴 那么这样的一个补贴 我觉得它就会对于整个的 这种使用环境的变化 产生一个大的影响 尤其是5G的使用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 对于新能源汽车发展起来的 一个重要条件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它就具备互联网时代的 这样的一个基因 所以它对于5G的使用的话 我觉得可能比传统汽车产生的 最重要的 接近再次再次准备一会儿 这有点阅化 ich是时间三部分的 有点阅化 就可以了 ль